如果你有做完你就是用那個你剛剛做完的 如果沒有你就開 那個另外的檔案 另外檔案的話我們是 放在那個 問卷調查02這裡 那打開之後的話呢如果我今天希望 再來做什麼呢做那個 樞紐分析 表跟樞紐分析圖 的 應用跟早上一樣 裡面的話也許 假如說我第一個 我希望統計什麼呢 統計就是說最好是 裡面 這個哪一類的比如說呢 其中一個問卷 題目 他的百分比 比如說回答的百分比 另外的話還有一個就是說 他所填的選這個項目的人有幾個 那個什麼人數 那我要怎麼去做這個統計 裡面蠻多的 所以我們假設我舉幾個 比較重要的那個 這個是問卷調查的 像惡咒啦等等 然後我們再來這個 定義名稱這個在 講義裡面的第80頁這邊都有 然後 所以呢 再來還有一點就是說 如果你定義名稱 如果都沒有錯 那OK 但是如果你定義名稱 發生錯誤的話 其實還可以再做一些修改 所以 剛剛這一題啊 假如說你定義名稱之後 那你怎麼知道你定義的名稱範圍 是不是有定義錯誤 像 之前好像 這個 那個台北那一班 就有好幾個同學定義的範圍錯了 比如說應該定義在哪裡呢 清單裡面的 這個範圍 就要定義到 上面吧 還是 定義錯 怎麼辦呢 很簡單 你可以在資料裡面 應該是公式裡面 上面有個公式 公式裡面有一個叫 名稱管理員 OK 所以以後的話 假如說你有定義很多名稱的話 你可以找到那個名稱管理員 點擊名稱管理員 那你會發現了在名稱管理員裡面 就會出現你之前定義好的名稱 比如說呢這邊的話年齡好了 年齡 那 這個年齡是名稱 他對應到哪一個範圍 參照到哪裡 下面會顯示 所以未來假設說你定義錯誤怎麼辦 比如說你定義錯誤的話 你可以點選這個下面的參照道 那這個時候呢 他會把年齡 參照的範圍會告訴你 所以你會把他點這個 年齡 然後點下面 這個範圍 他就會幫你框起來 這邊有顯示出來 再點一下 他幫你框起來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範圍 他就會告訴你說 在這個虛線裡面 但是如果說像之前 有同學 設定錯誤 他錯什麼 有時候好像是選到這個 選到單一個 這一個 假設他選錯了 選到 上面 這個範圍 那如果你要修改的話 很簡單 重新再選取 選完之後怎麼辦呢 前面有個打勾 有沒有 你把他打勾 他就出真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 假設 奇怪你做完 明明你公式都沒錯 那為什麼結果 確實錯誤的 可能出現什麼 緊開頭的錯誤 那你就檢查一下 你那個名稱是不是也做錯 那就會找到那個 錯誤的點 OK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 這個名稱管理員 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 這個功能呢 非常好用 可是我發現很多人不知道 而且不會用 那你不會用的話 很多東西 就沒有辦法那麼方便 按F3 就可以把它產生了 那這個部分做完之後的話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那個 就是這個把它儲存一下 再來的話我們來看這個 有關報表部分 那請各位就是說呢 做完之後的話 那這邊有VBA VBA可能太難了 我們緊急參考 上面寫程式 寫這一堆程式 那當你一按全部就完成了 這個是VBA的程式啦 可是 難度比較高 所以我把那個 程式部分 放在這邊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或者你程度有到那邊 我建議你可以在網上 學一點這種程式 那好處就是 按按鈕 全部完成 甚至 一按 報表自動 幫你做好 那這樣的話呢 你每天 就只要按按鈕就好 按按鈕就可以 可以領薪水 不過你可能要把按鈕寫出來 那這個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 在講義的第87頁 再來就是利用樞紐分析 做 一些統計 那統計的話呢 我希望 統計什麼 什麼樣的 訊息呢 比如說 在這個資料裡面 統計人數 性別 還有年齡分析 還有呢 職業類型 的占比 比如說 哪一個部分 那問卷裡面大概 一些 相關的問題 比如說這些 問題 發出去的話 到底呢 做的問卷裡面 總共有 幾份問卷 幾份問卷怎麼知道 Ctrl向下 這邊總共 Ctrl向下 指的是這個範圍的最下面 Ctrl向下 Ctrl向上 就是又移到上面 所以以後啦 如果 假設你希望知道說 你這個 視算表裡面總共有幾筆資料的話 那就Ctrl向下 它會跳到什麼呢 跳到151列 那表示說這個裡面 總共有 150個人 接受問卷調查 OK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知道說 這個問卷裡面 人數 比如說 男生占比例 是百分之多少 男女 比例 哪些多哪些少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呢 年齡的分配 哪一些年齡是最多的 第三個 教育程度哪一個是最多的 第四個 職業哪一個是最多的 還有 月收入 還有多久等等啦 反正後面一堆 當然我不是全部啦 我們大概基本的那些條件 就像說 你們的保護裡面 佔比 你可能要知道一下 比如說哪些佔比比較高喔 還有哪一些形種 可能有沒有跟性別有關係 跟年齡有沒有關係 跟 教育程度有沒有關係 那假如你想要分析這些資料 那你要怎麼去取得 所以像剛剛那個 經理那個問題 其實 也蠻簡單的 他只是算 哪一個 哪一個人 在那個 報表裡面出現的次數 他想要統計啦 其實次數應該是他的 業期好的話 因為一筆紀錄等於是一個訂單 還是什麼 一筆 所以越多的表示他的那個單越多 那如果我要統計的話 我們先不用講啦 當然你也可以用那個 函數解決 函數的話用count if 不過用count if 變成你要先 弄個清單 然後呢 再用count if 比如說我用count if的話 像統計年齡 兩個方法 第一個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 假設我這邊可以先新增一個工作表 我要統計年齡 性別 比如說把這個 這個工作表新增 按新增之後 這個 假設統計是性別 那我 統計的方法 一 把那個什麼 性別這一欄複製 二的話呢 把它貼到那個 就是把它直接貼到 新增的這個工作表裡面 第三的話呢 我們可以再把它做 資料 裡面有叫移除重複 那移除重複意思說啦 裡面有重複的項目 就幫我剔除掉 就留下那個 不重複的位 不重複的東西 然後 他問你說有沒有標題 有沒有標題 有 按確定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呢 只會留下男女 但你的同學說 老師那我直接打男女就好了 也可以啦 不過只是因為以後 你的項目不一定只有兩個 可能有三個 可能有四個 對於重複就是不管你有幾個 反正就留下不重複的 就兩個 那比數的部分的話 假如說你用函數的話 我們可以用count if 比數 意思說 男生有 在150個 問卷裡面呢 佔多少 女生佔多少 那我可以 用算的嗎 以前啊 從頭數到尾 太辛苦了 男生一票 女生一票 男生一票 那你算到什麼時候 所以這個說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算男生幾個 女生幾個 你可能要學會什麼 一個函數 插入函數裡面 類別是統計 統計裡面喔 有一個叫count if 所以c開頭往下找 count if 這個 這個有用過嗎 count if 這個很重要喔 如果工作裡面 不會count if的話 很多事情 就要必須 突發鏈綱了 那突發鏈綱 真的就悲劇了 OK 就慢慢數吧 這個很好用喔 OK count if 那怎麼數啊 特別是按確定之後 他一樣會問你兩個問題 你就把那兩個問題回答他 他就告訴你結果 所以函數 其實基本上就是問問題 你給他對的 好東西 他就給你 你要的結果 所以count if按確定 統計裡面count if 然後呢 他問你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你的range range是範圍 你意思說你要 算的那個範圍在哪裡 那我要算的範圍 基本上指的就是 問卷調查裡面 從B2 從哪個呢 從B2 一直幫我選 選到最下面 所以先把游標 放在B2 再選到最下面 不過我教 各位就是 你如果選的話 會有個問題 你要一直選 怎麼樣 可能會超過 超過怎麼樣 又要煞車 又要再拉上去 那拉上去 有可能又過頭 有永無止境的 所以我教各位啦 記得喔 正確的做法 1 放在B2上面 2的話 一樣 Ctrl Shift向下 在Ctrl Shift 我教過 很重要 因為你不會 你就是 你的動作就是 會很稠 OK 有不要放B2 Ctrl Shift向下 他就直接幫你選完了 我先取消 因為剛剛我動過 1 插入那個 統計裡面的count if 2的話呢 就是在選取那個 那個 Range 切到問卷調查 然後游標呢 放在B2就好了 這個時候呢 馬上按Ctrl Shift向下 就OK了 有沒有很順 對不對 OK TBG喔 所以為什麼一定強調說 你要學會這些快速鍵 不會也OK啦 譬如說你常常會在那邊拉拉去站 常常拉拉拉去 再來的話呢 請你把這個範圍鎖起來 F4 F4 選完之後 記得按F4 為什麼要把它鎖起來 因為 其實好像不用鎖 對 要鎖 因為等一下那個 女生的部分要 那 第二個問題是說呢 Criteria 這個意思是說 請問你要 然後 在這個範圍裡面 幫你找什麼 那找什麼 找男生 男生在哪裡 前面 點一下男生就可以了 OK 好 他幫你算完了 男生的佔比 是幾個呢 88個 出來了 那當然呢 按確定之後 你就可以把它向下填滿 這個時候呢 就幫你女生也查出來了 有看到嗎 OK 這樣的話呢 就把比數算完了 是不是一定正確的 我想應該保證正確 電腦就這樣 他要不就是對 要不就是沒有 就是 他不可能說算錯 很少遇到那個電腦算出來的結果 是錯的 會錯的 好像大部分都是人 人做的公式錯 電腦好像算得很少出現錯的機會 OK 那這個是利用什麼 利用Count-if來做的 Count-if這個函數 不過 跟各位講一下 其實你不見得一定用Count-if 如果說你用樞紐分析表 其實也可以做出一模一樣的結果 如果你不會樞紐分 不會那個 Count-if 但至少你要會用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表能不能幫你做 可以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兩個方法比較一下 要不就是你用什麼 用那個 Count-if 要不就是用樞紐分析表 那樞紐分析表要怎麼分析呢 請各位先試一下這個Count-if 我這邊 打錯這個字 這個叫筆數 筆是幾筆的筆 意思就是說 這個總共 Total的話一定是150個 有沒有 這邊 對150個 OK 那也就是這個問卷裡面 男生 佔的 比例比較高 OK 可是如果說我今天 我不想說麻煩 不要用那個Count-if來做 那我用樞紐分析表 對不對 很簡單 樞紐分析表你要統計的話 1 一樣是什麼 游標放在這個總表裡面 2 插入樞紐分析表 接下來的話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你就可以怎麼做呢 1 請你把性別拉到列標籤 2 請你把性別 再拉到值裡面 算完了 有沒有看到 結果有沒有一樣 88 60 88跟62 只是那個男女 順序顛倒而已 你可以把它用排序重新排一下 OK 所以 以後的話 不會用康儀不至少要用樞紐分析表 反正做完結果是一樣的 甚至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我希望 我不只要 那個站的比數喔 我希望他能百分比都幫我出現的話 因為有時候算百分比 很重要 百分比一目了然嘛 那這個比數我還要算說 150個人裡面 男生占88個 那他應該占多少 我可能要自己再算 很麻煩 所以呢如果我要再增加一個欄位的話 其實也非常簡單 你可以再怎麼樣 再做一次 你可以再把 性別 再把它拉到那個 這個裡面一次 他又會多一個 不過你可以把這個怎麼樣 把它按一下 值的欄位設定 那這個地方的話 你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值的顯示方式 剛剛好像有講過嘛 你可以再把無計算改成 總計百分比 按個確定 馬上跳出來 這一個 有沒有發現 這邊的話呢 他就會出現 百分比 這個的話呢 是比數 兩個都出現 OK 如果說你今天希望 在 那個欄裡面 出現 兩個資料 幫我算什麼呢 比數 跟什麼呢 比數跟 那個百分比的話 你記得喔 等於是說呢 再把 那個 性別 再拖拉到 值下方 他多一欄對不對 可是這一欄呢 他還是幫你做 計算比數 沒有變百分比 那你可能 多需要做一個動作 什麼動作呢 把這個呢 你拖拉的下面這個 改到那個 值的 設定這邊喔 值的設定這邊 然後並且把它 切到那個什麼 值的設定這邊 改成值的顯示方式 記得就改成 總和百分比 按個確定 這邊呢 就變成 百分比 OK那看懂這意思啊 早上有 講過 那個這個功能吧 OK 所以喔 一樣的方法 這個就性別 所以這邊的話 一樣 等於是說多一個 那個表 這個是用 康義福做 這個的話呢 是用樞紐分析表 所以這邊的話也許就是 叫性別吧 也許我們這邊就是用 樞紐分析 這用樞紐做的 又多一個 工作表 OK把它放在最右邊好了 那請各位練習一下 除了說 性別之外 也可以試試看其他欄位 包含就是說 後面還有年齡 我想要知道 不同的區間 幾個 數量喔 還有什麼呢 教育程度 佔的比重 還有什麼呢 廣告社 職業部分 還有那個薪水 等等的 那這部分當然一樣喔 第一個 游標放這邊 如果我要統計年齡的話 插入 然後 樞紐分析表 裡面的話 針對年齡部分 第一個年齡 拉到列標籤 第二個年齡 再拉到值 這邊就數量出來了 所以 我大概就統計 150份問卷裡面 哪一個 哪一個年齡層最多呢 好像 30 16歲到30歲 這個年齡層最多 有48個 然後31歲到45歲 第2多 當然如果說我今天要佔的比例怎麼辦 很簡單嘛 再把年齡 再拉一次 然後呢 改一下這個的 值的欄位設定 並且把它改成 顯示方式 改成 總計百分比 按個確定 這樣就出現了 最後的話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讓他用排序 早上好像沒有講到排序 如果今天排序需要什麼 由高到低的話 現在出來好像 不是由高到低 他現在是 那個按照那個 標籤 列標籤的順序 年齡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把那個占的比重 多得到少的話 那你可以按照什麼 比如說百分比先選起來 那選的時候就選 這些資料 再來請你到資料裡面 資料裡面有個排序功能 那各位有用過 資料裡面 所以第一步先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這個是我要排序的範圍 第二的話呢 切到資料裡面 有個A到Z 跟Z到A A到Z的話呢 那就是由小到大 Z到A就是由大到小 這很簡單嘛 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如果要讓他排序 Z到A 大的到上面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他馬上就幫我改了 有沒有 百分比最高的 32 是16歲到32歲 第二高31到45 有沒有 A12歲 這部分就OK 但如果說你今天要顛倒 由小 由大到 由小到大的話 那請你點什麼 A到Z 他要幫你重新排序 然後這個排序功能還蠻好用的 因為有時候如果你不會排序的話 反而抓不到重點 因為有時候我只要 從大的 看到小的 那你為什麼 剛好顛倒 或者說你完全沒排序 那這樣的話我在閱讀上面 有時候老闆就覺得 你 告訴我重點在哪裡 你應該 在我那邊看 看半天我還不知道你的表 表示什麼 所以 如果你要表示的是 數量多的 那你應該要排序一下 不然的話 等於你資料做出來還沒做完 排序沒做完 或者是說你要呈現的資料 哪一些要哪一些不要 你也可以把它用什麼 早上講的篩選 你可以再把它篩選掉 這樣的話就很精確 留下你要的資料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也可以再多增加一個年齡 也許工作表這個叫年齡的報表 年齡 那就把這個年齡統計出來 其他的話請各位再試一下 把年齡搬到 最右邊好了 再來就是問卷調查 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一樣 就是插入 書紐分析表 然後按確定 教育程度統計的話 就是教育程度 拖拉到列標籤 然後呢 他的數量 一樣 馬上算出來 其實特別是以後呢 只要那個欄位名稱裡面 他不是數字 像是文字的話 他就算幾個 如果裡面是數字 他就幫你加總 所以他的規則大概是這樣 如果 像這個不是數字 所以他就算幾個 你有幾個 幫你算完 那百分比的話 就是再拖拉一次 然後呢 然後呢把這個改一下 10的設定 裡面的話呢就顯示什麼 總和百分比 按確定 再來最後就是把它排序 排序的話就是按照百分比 資料裡面呢做 大到小 Z到A 按一下 馬上幫你排序 所以這個問卷裡面 那個 教育程度最多的是大專 百分之三十八 那其次就大專以上 OK 然後其他的話就國中高中 然後 因為現在應該要找到沒有大學畢業的 好像越困難 現在好像現在畢業生幾乎都 基本上 太多了 好 那其他的話呢 還有 其他欄位 把這個改一下 這邊改成叫教育程度 就 改一下他的那個 這個工作表名稱 叫教育程度 把它再拖拉過來 做完之後 其實呢再來你可以 再畫圖 優表了 那比如說我今天希望把這個 這個報 這個報表 再產生圖 這個圖其實你們可以試試看 選項裡面一樣數量分析圖 那可以怎麼樣 這個時候如果你用那個 直挑圖 其實我覺得不如用什麼 用圓餅圖 因為百分比 反正100 百分100 這個比誰多誰少 馬上一目瞭然 而且呢可以用什麼 立體的 會更 更那個 感覺 更有那個感覺 甚至你可以 習慣用哪一個 用那個 分裂圖吧 分裂圖還可以把它分開 哪個多哪個少 不會全部在一起 所以你們可以試試看那個什麼 分裂式的 圓形圖 或者是立體的 這邊有立體的 你可以選擇立體 立體的那個 分裂的那個 按確定 那比如說 當然一樣把移到 另外一個 圖表 那你會發現 放在另外一個 按確定 就放過來 再來的話呢 也許 這邊分裂的 大小可以再調整 有沒有這邊可以再調小 他就類似這樣 他可以移過來 移過去 他這個分裂 可以再去 做一些調整 其實一目了然嘛 男生多 還是女生多 就可以 從這個 圓餅圖裡面 看得非常詳細 其他的話 也許你可以再針對什麼 年齡 年齡所佔的比例 一樣是 做什麼呢 選項 裡面的樞紐分析圖 假如說我要針對不同的年 其實剛剛只有兩個項目 如果我今天有多一點的項目的話 比如說這些 你會發現 這每一個 另外還有一種表示方法 比如說我要凸顯 哪一個最多的話 他有個方法 就是說 他可以 把這幾個 把它 移在一起 只有比較特殊 這個 移出來一點點 這樣子跟他講 這塊餅 然後呢 他馬上看哪一個餅是最大的 就會一目了 更清楚 OK 就是這個餅裡面誰吃最多 這樣有沒有 這個其實還蠻好用的 這個可以移過來移過去的 感覺這個是可以 做很多的表示 所以圖形 裡面呢 可以變化出 各種各式各樣的變化 不是只有單單 你好像只是單單做個直條圖 就解決沒有 各式各樣 所以以後你可以針對 資料 把它的 圖給 呈現出 圖的好處是 很直覺啦 一看直觀馬上就知道了 那另外他的比例 說真的 一看就知道誰佔 誰多少 那 看數字有時候還要再聯想 數字 這個兩個差多少 看不太出來 那數字的話 就圖的部分 馬上就一目了 所以請各位 試試看 其他部分呢 也試著把它 畫成圖 並且把早上講過的 像上面的標題 還有那個圖力 還有就是我們那個什麼呢 水平格線啊 垂直格線 看要不要加 另外背後那個 要不要加個背 那個 繪圖區裡面 要不要設立一個什麼 漸層效果之類的 讓這個圖 看起來更漂亮一些一些 其實主要我們是希望各位 學會這些 盡量 就很靈活的 不是 只是說你今天 把這個功能學會 他不會應用 那當然就 比較麻煩 所以請各位 試一下 就是把剛剛的部分 針對什麼呢 性別年齡分佈職業的占比 那另外的話 第二個問題說 哪一種設計雜誌 最受歡迎 可以再統計一下 最受歡迎的那個 雜誌的部分的話 那可以看一下那個 這個資料 最受歡迎的那個 那個欄位 哪一個是最 最受歡迎 最受歡迎的話 應該是最常購買 然後其他的話 可以針對最常 購買的這個雜誌 去做 做分類 試一下